人类国王首持神功破除封印 上古泰坦一族破缝而出 宙斯只能眼睁睁看着奥林匹13猪神纷纷战死 这是改编至希腊神话的电影《惊天战神》 在遥远的上古时期 猪神间爆发一场混战 最终以宙斯为首的神灵取得胜利 成功入主奥林匹13猪战三界 而战败的泰坦们则被封印于地狱山中 唯一能解除封印的武器伊比鲁斯之弓 则在神战中一丝流落到人间 多年之后 邪恶的人类国王想要释放太太 用战火引燃奥林匹13 破灭所有神迹 于是开始伐山破庙 践踏神明 寻找伊比鲁斯之弓 男主从小跟随周四的化身进行修炼 因为目睹母亲被国王杀死 发誓要报仇血恨 但自己也不幸被囚禁到了矿场中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被囚禁的神苗圣女 圣女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不小心触碰到男主 看到一些未来的片段 知道男主将会取得伊比鲁斯之弓 于是便发动奴隶暴乱 和男主一起逃劳出去 此时奥林匹13中 诸神只能无奈地看着凡间战火纷飞 因为天条规定 神灵不得插手人类的战争 但是当男主和圣女套到黑海中 遭到国王追杀时 海神布塞多还是没能忍住 降下神罚 掀起滔天巨浪 把追兵全部吞食 救下他们 接下来几人回到男主家乡 把他的母亲埋葬 也就是在这里 男主意外发现一块巨石上的裂缝 他把石头砸碎 里面竟然隐藏着一笔鲁斯之弓 这时国王派遣的牛头怪追杀而止 男主用尽全力将其斩杀 又连开四肩 画着四肢流光剑死 射杀了所有追兵 之后男主因为受伤 受到圣女的天生照顾 最后终于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既然首次神器 既然商量回矿场 把圣女的伙伴救出来 没想到他们被关在 烧红的铁牛中已经奄奄一息 而国王在这里布置了陷阱 抢找了神功 还准备斩杀男主等人 这时战神阿瑞斯冲天而降 杀光士兵救下男主 紧接着宙斯和亚迪娜也跟随而来 因为阿瑞斯违反天条 被宙斯当场斩杀 好吧 也不知道凡间的半神 都是哪里来的双镖神 之后男主和圣女赶往地狱山 加入希腊议会 想要阻止国王打破城墙 进入神殿四方太坦 但国王已经拿到神功 轻轻一剑便炸开城门 吓得众士兵胆战心惊 完全失去了对敌的勇气 幸亏男主的主角光环给力 在他的鼓舞下 希腊士兵们重振旗鼓 与国王大军战成一团 国王趁机闯入神殿内 用神功打破封印 使得被镇压的太坦们全部偷困 这时宙斯带领众神 冲天而降对战太坦 可惜寡不敌众 诸神纷纷战死 甚至连女儿雅典娜也死在他面前 宙斯只能强行摧毁整住山峰 把所有太坦埋葬其中 自己则带着雅典娜回归天国 另一边 男主和国王也在生死交战 终究还是男主激告一筹 斩杀国王 然后也飞升奥林匹十三 位列天班 随着三体倒塌 国王的大军也没能逃过 全军覆没的下场 至此邪恶国王的统治被彻底终结 电影最后 圣女生下了男主的孩子 宙斯的化身找到他 像教导男主一样教导他 因为宙斯知道 下一个时代是属于这个男孩的时代 他将要面对更加残酷的考验 和血腥的未来 而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卡玛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点赞关注